英心人髮心不大 这就很可惜 心者修净土的这些人 心量太小 心量小啊 那个大法也变成小法了 心量大的人啊 小法也变成大法了 你相信吗 金刚经才讲过啊 释迦牟尼佛做衣 持补 那是什么法 大法了 无量无边的大法 由此可知 那个心量大了 点点滴滴 一举一动啊 都是圆满的大法 菩萨 无量的心门 法门无量啊 无量的心门呢 他在一门里面 喜怒无疑 都表现出来了 这是我们一般凡夫很难体会到的 像须不提 他就知道 他就看出来 真地是智远之顿 无上妙发 所以我们发心小 太小了 只知道自了啊 实实实实在在在说 能够知道自了的 就不多了 那么大多数 修净徒念佛人 他搞的是什么 他是拿这个法门呢 换糖果吃 你说那可惜不可惜了 怎么叫换糖果吃呢 求这一身的富贵 求这一身的平安 求健康长寿 这就叫换糖果吃 糟糕不糟糕 他能够治疗不错了 治疗什么 他想出三界 他要往生佛国 这就很难了 很不容易了 性量小了 性量小是不是 凡圣同居徒 下背往生 说实在话 这个地方讲的往生下品 应该是无量手机上下背 不是下下品 我们在经里面 读得很清楚 下下品往生的 那是造作五逆十卧 极重罪业的人 我们虽然天天也造作罪业 没那么重 所以往生绝对不是下下品 也不会是下中品 下中品是什么呢 是出了家 破机 造作种种 我业 下品终身 所以由此可知 我们不往生这些 往生最低的那个品位 应该是下品上品 如果修得好一点呢 中被往生 上被往生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罪业 不怕 要懂得忏悔 我们下注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